明明本身就很有才能 却偏偏靠努力夺得了皇位 把大侄子朱允文逼在生死边缘反复横跳 但是最后的结局就有两三个版本 但无论如何大局已定 朱元璋的第四子燕王朱棣 正是在公元1402年登基 成为了我们所熟知的明成祖皇帝 但今天的主题不是他在政绩上的丰功伟师 而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发现 这位皇帝他竟然生不出孩子 先聊一会儿朱棣的老父亲 要论他的生育能力 在古代皇帝们当中其实还是可以的 他这一生共有42个孩子出生 67岁的时候还有后妃为他诞下女儿 他儿子朱棣当皇帝当到64岁 却总共只有9个孩子 有的生下来才一个月就夭折了 要说甩锅吧 这后宫在侧的20多名妃子 不可能全是中看不中用 但要说朱棣不行 前面也说了 有9个孩子呢 这乍一看是真的觉得很奇怪呀 但细想一下就会发现 这种情况还是有理有据可言的 资料显示 朱棣的最后一个孩子 是生母不祥的皇四子朱高熙 他出生于公元1392年 此时朱棣的年纪是31岁 也就是说从32岁开始 他就再也没有过习当爹了 这要是放到现在 30多岁没当爹的男人多得一把 可在早昏早遇的古代 这可是正当壮年的阶段 但也不要忽视了 朱棣称帝的时候 其实都已经42岁了 他的大半生其实都是在当燕王 而且朱元璋的天下 也是靠武力打出来的 儿子们又被他全部分封赶出了京城 助手封地再加上登基前的静难之变 打仗是很难停下来的 中途要是受个伤 避不开要害之类的 那就很无奈了对吧 可别不在乎闲下来这种浪费时间的消耗 操劳过度的后果 是真的能改变身体状况的 甚至在心理压力上 也能操控一个男人 变得不行的 时间再回到公元1392年 仔细一看 这还真是朱棣心中的一道坎儿 这一年他最后的儿子朱高熙出生了 但仅仅只过了一个月 小儿子突然毫无征兆的夭折 也是在同一年 他的皇长兄太子朱镖也去世了 在朱元璋心里 如果要选紫城副业的继承人 力敌力长力弦 朱镖是完美的对象 但是这个儿子去世了 他心里是又悲痛又生气 一怒之下 就把配置给太子的政客们都给灭了 可最后呢 他又把皇位传给了长孙朱允文 生生的吊了一把 他那些成年儿子们的胃口 等朱允文坐上了皇位 好家伙 一上来就削翻 这落在朱棣等一众藩王心里 那能痛快起来吗 眼瞅着朱允文身边没有能人干将 朱棣就豁出去了 花了四年的时间掀起静难之变 黄泉他倒是抢到手了 但代价就是 他不能生了 哪怕就算是朱元璋还在世的时候 曾在第七八次北伐蒙古的行动中 朱棣是亲力亲为啊 把自己当成主力上了战场 而且还是大胜归来呢 最后一次也是在1396年吧 时间刚好是在失去小儿子之后 身体摧残加心理压力 朱棣的能力算是废了 在这一点上 他的妃子可是有很多话要说了 在朱棣的二十多名后妃当中 有一位全妃 公元1409年受册封 因为是朝鲜贡女 身份倒也比较尊贵 关于他的一些历史信息 也就被记载到了名为 《抵朝十路》的书上 简简单单一百多字 却实实在在的 把朱棣给嘲讽了一顿 这大致的意思就是说 全妃一吹销获得朱棣喜爱 但是却被来自同一个家乡的 吕氏妒忌 下毒害死了全妃 后来吕氏私通宦官 被朱棣获知之后大怒 灭了将近两千八百多人 史上称之为与吕之乱 但在这时候 吕氏却对朱棣大喊道 明明是你自己不行 我才与宦官私通 我何罪之友啊 听听 妃子都说皇帝不行 那这朱棣就是真的不行啊 当然了 这种事情也不能偏听偏信 不管这件有损皇帝脸面的事 是否是真的 首先就不可能出现在 明朝史书上 李朝十路上的内容 也多是迁回家乡的妃子随从口述 这里面是否含有水分 咱们呢 也分不清 真非要解释 朱棣为什么当皇帝22年 都没孩子出生 结合他最后一个孩子的出生年份 1392年 他还是燕王呢 还在哼哧哼哧的 给老父亲带兵打天下呢 万一真在不该受伤的地方 伤到呢 那还就真的 不能怪妃子们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点击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